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整个台北灵阳堂的设计是非常满的 所以临时要再调动一个人来讲到 可能会有一点乱 所以他就说好 那王姐你来讲吧 那就变成牛棚里面的被源头投手出来了 也希望今天真的是能够跟大家有很好的 彼此的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 然后我们能够彼此同德造就 我想按照教会的进度 本周是进到诗篇《丧行之诗》的下半段 《丧行之诗》它是归属于智慧类的诗篇 它是作者经历到人生当中许多累积的经验跟智慧 它把它归纳成为一些训会 今天我的题目刚好是落在我们这个礼拜的 这个经文当中的两篇的诗篇 那我的题目把它列作蒙福之道 就是希望借着诗篇作者的智慧 来帮助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 学习如何在世蒙福 让我们先一起起立 以恭敬的心我们来读这两篇的诗篇 诗篇128篇 第一节 来 凡敬畏耶和华 变为有福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 事情顺利 你妻子在你的内室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回落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看啊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 愿耶和华从西安赐福给你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和撒冷的好处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诗篇130篇 来 耶和华 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主啊 求你听我的声音 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主耶和华 你若就察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圣于首夜的等候天亮 圣于首夜的等候天亮 以色列啊 你当仰望耶和华 因他有慈爱 有丰盛的救恩 他必救赎以色列 脱离一切的罪孽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人的面前 愿你与我们同在 圣灵在我们的当中 自由地运行 让我们能借着你仆人 今天所传讲的信息 让讲的跟听的同得益处 我们这样祷告 奉主名求 Amen 大家请坐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背景介绍 上个礼拜 乔老师讲这个上行人生 其实已经把上行之诗讲得 非常的清楚 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中览 然后上行之诗 其实是以色列人 他们在一年三次 要登这个耶和华的山的时候 一个朝圣之旅 在路程当中 不断吟唱的一个诗篇 那有的解经家说 其实这是主耶稣 每一次到耶路撒冷 朝见神的时候 他也吟唱过的诗歌 所以对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来看 这十五篇的诗篇 其实是你这一整个人生里面 大事小事会碰到的事 大概都可以在里面找找答案 所以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 这是把握机会 好好的把这十五篇 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去思想 好好的去祷告跟领受 那上行之师是犹太人朝圣之旅 他集体一起做的祷告 他们的方式是边走边唱 然后登上西安山 所以这边一首诗篇 那边一首诗篇 彼此的这样的对唱 让这整个的登山之旅 充满了怎么样 充满了盼望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那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 常常记得回到这个十五篇的诗篇 因为我们是一个向上行的人生 阿们 那在这里 也常常第二个类的话就是说 我们是归属于智慧类的诗篇 那这个是作者经历人生中 所累积的智慧的分享 归纳成为智慧的训会 那第三点呢 它的核心思想是在与神 建立紧密连结的关系 十五篇的诗篇里面 都是跟神在建立紧密连结的关系 因为他知道他唱这个诗歌 除了给大家听以外 除了给他们自己的弟兄姐妹听之外 就是要来尊龙神 来敬拜神 来赞美神 好 我们再看到下一页 那我们的蒙福之道呢 其实这个题目 我为什么会挑两篇诗篇 因为诗篇128篇 是非常直接讲到 你做了这个 你就蒙这些福 那可是在很多时候 我们会觉得我做了这些 可是我还没有蒙到这些福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要看诗篇130篇 所以我今天讲蒙福之道 无论你现在是得福 还是在等候 都是蒙福的 那今天的方法 就是在这里 跟大家有一些的分享 那第一个就是 凡敬畏神 敬畏耶和华 敬畏神是我们蒙福的第一个要件 那回到前一页 我在这里列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段话 就是凡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 道德人便为有福 这是第一节 下面这段话 其实我那时候一直在想一件事情 敬畏神到底是什么意思 敬畏神的定义到底是在讲什么 很多的解经书把敬畏写得很深奥 在英文里面 这个敬畏它是用fear 那如果你再查不同版本的英文圣经 它用reference 它用all 那整个的把它加起来的话 其实中文圣经用敬畏两个字 是非常精准 敬畏包含什么 包含尊敬 包含敬仰 也包含惧怕 所以在这里 我用的这个定义 是新国际版研读本圣经的定义 就是敬畏神 就是以他为独一真神 那样的去遵从 敬拜 信靠 并且侍奉他 这就叫做敬畏神 所以等一下我们在后面讲这些 得着好处 应许 得以实现 蒙主赐福 其实敬畏神是我们的前提 好 我们下面再分作四点 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第一点 真实的认识神 帮助我们敬畏神 要敬畏神之前一定要先认识神 大家真的认识神吗 很多时候我们都说我们当然认识神 神是那位守约思慈爱 神是那位有怜悯的神 神是耶和华以乐的神 神是供应无缺的神 神是医治我们的神 对不对 都对 可是仇敌常常会让我们 不希望我们那么清楚地认识神 所以我们常常认识神 如果只认识前面一段 很好 可是不要忘记 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信实的神 神也是审判的神 所以我们认识神是要更全面 因为你更全面 你才会更多地来敬畏神 很多时候我们选择性 片面地认识神 在职场里面我们常常会碰到一种状况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的同事会跟我讲 他说Jerry 你们信基督教真的很好 我那个朋友他生病祷告就蒙医治 你们比其他的这些偶像 他不讲偶像 比其他的神明还要灵验 好不好 很好 可是不要停在那个阶段 认识神 不要只是认为 他只是供应我们无缺的神 他也是期待我们真正能够活出他生命的神 也因为这个将来 他会用这个来审判我们 有一个解经家说 他说当我们人死了以后 我们将来到天堂的门口一定会见谁 一定会见主耶稣 可是那个主耶稣 他所扮演的角色变得很重要 如果你见到他 他是你的救赎主 那你怎么样 你就欢天起地地去进场 可是如果说你看到他 他有一点似乎不认识你 那个时候他变成什么 他变成你的审判者 那个时候很可能就会 悠悠愁愁地下到阴间去 我不是在要在这个地方恐吓大家 或者是惊吓大家 可是圣经上其实很多时候讲 神的愤怒 甚至多过讲到神的慈爱 可是我们现今这个时代 我们多讲神的慈爱 而少去碰触 神是那位轻慢不得的神 神是那位忌邪的神 阿们 好像有一点沉重 好 那大家一定会问 那我要如何真实地认识神 你讲得很好 当年我接受福音的时候 大家都说病得医治 你现在跟我讲你要审判 那怎么样来真实地认识神 读经 祷告 读经 祷告 读经 祷告 因为重要 讲三遍 还有什么 要不要停止聚会 要在小组里面彼此的扶持 彼此的经历神 彼此的分享你们的见证 让这位又真又活的神 活在你的生命当中 阿们 所以真的很多时候 如果我们到教会里面来 我们说我要认识神 我要敬畏神 可是我不读经 我也不祷告 我只有礼拜天坐在这里 那讲真话 那各位只是一个什么 基督徒 神要基督徒吗 我们常常在想 我们是什么什么粉 什么什么的粉丝 对不对 主耶稣有没有很多粉丝 非常多 太多人认识他了 可是粉丝的问题是什么 你认识他 他认不认识你 我们家的女儿 在小的时候 这个是王力宏的粉丝 我帮他收集了 所有王力宏的CD 然后他就对他 如数家珍 有一天我问他说 你认得他那么多 他认不认得你 他说管他认不认得 我认得就好了 我们做神的儿女 如果我们仅仅是神 我们认识神 神不认识我们 我们岂不是很可悲吗 不要做粉丝 要做神的门徒 基督徒是一刻 就是说你在 觉知信主的那一刻 你受洗归为主的名下以后 你就可以把你的名片拿出来 打三个字叫基督徒 可是基督徒够不够 我想做 我还是不要做好了 我原来想做一个 如果你在座 有被基督徒骗过了 举一下手 不要举 千万不要举 所以到了后来 在职场那么多年了 我开始 人家跟我说 这个谁谁谁是基督徒 我心里会忐忑不安 因为基督徒到底是正面 还是负面 还是中性 讲真的很难拿捏 还要再观察 可是如果有人跟我说 某某人是主的门徒 那我就肃拦起劲了 他不单单是称义 他进入到成圣的阶段 他分别他自己为圣 他愿意越来越活得像主耶稣 他成为一个什么 门徒 门徒是什么 天天跟在师父旁边 对不对 师父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师父的价值观 成为他的价值观 师父的人生观 成为他的人生观 师父的技巧 成为他的技巧 这是巴不得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在职场 我们在家庭 真的是学习做主的门徒 不仅仅停留在基督徒的这个阶段 阿们 好 第二点 敬畏神的态度 帮助我们越来越像那位圣洁的神 敬畏神的人是主权属于神的 凡事寻求神的旨意 这种越来越亲近神的心态跟作为 自然而然地 让我们的心思意念 言语行为 越来越圣洁 越来越像神 有先生有太太的 有配偶的应该这样讲 当你们跟你配偶相处久的时候 人家会说你们两个是怎么样 有夫妻脸 对不对 我常常跟我姐妹讲 我像你我真的是赚到了 我的眼睛小到不行 她的眼睛大到不行 可是如果说我们跟神相处这么久 天天读经祷告 我们离开了教会 我们即回到职场 依然顾我 还在夸口说我是基督徒 我真的是有点担心 你非但没有夫妻脸 你真的什么都没有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越亲近神的时候 你越来越会担心他的想法 你会在意他的想法 我做一件事情 我这个决策是不是和他的心意 我会在意 而不会随随便便 没有关系 主耶稣礼拜天早上是你的 我分别为神这段时间属于你的 其他的时间 属于我自己 神喜悦这样吗 神不喜悦 神要的是什么 是主权 你愿不愿意把你的主权交托给神 我记得以前 跟一个企业家 在传福音 然后那一次他在 他在 就是说我们查经查了几次 那他有一次他就说 这个人真的很聪明 他说你们基督教很奇怪 讲来讲去就是一件事情 我说什么事情 把主权交托给神 我说你真聪明 我们真的是圣经读完一遍 我还没有得出这个结论 所以他真的是有 今世之子的智慧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属神的儿女 反而不知道 要把主权交托给神 我们常常觉得 神是帮助我们的 你是有求必应的 那我可以说 你不是门徒 你是宗教徒 那跟半土地公有什么不一样 谁听谁的 神听你的 还是你听神的 在家庭里面 是你听神的 还是神听你的 在职场 谁听谁的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成为一个 属神的门徒 把主权交托给他 凡事寻求他的旨意 越来越向神 第三点 活出圣洁的生命 显示我们敬畏神的心 很多人说 我是门徒 我敬畏神 然后看言行举止 看他的行为 没有一样符合圣徒的体统 那那个时候怎么办 可以说他是一个冒名的 神要我们是怎么样 当我们越来越 亲近神的时候 我们会 有一个敬畏神的心 然后我们会 活出圣洁的生命 我们前面说 神是圣洁的 你越跟他相处 你自己会变得 越来越圣洁 然后你要 不单单是有信心 更要有行为 你不单单说 你敬畏神 你更是有圣洁的生活 阿们 第四点 由敬畏神的态度 敬而带出 讨神喜悦跟爱神的心 有一些弟兄姐妹 还活在律法当中 当然律法不是不重要 律法帮助我们认识罪 可是很多时候 我们活在律法当中 就会有一个现象 不可以摸 不可以碰 不可以吃 不可以说 对不对 对 没有错 可是够不够 不够 还要怎样 还要再往前一步 什么叫做 再往前一步 敬畏神的人 不只消极地 不愿得罪神 更是主动积极地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来顺从他 跟从他 讨神的喜悦 天天来爱神 阿们 不再是怕 在新约里面 我们说在爱里面 爱即完全 就免除了惧怕 可是我们 不单是免除了惧怕 我们更是要 讨神的喜悦 神要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要做什么 讨神的喜悦 是一个什么意思 你心里面 每一件事情 在做的时候 你会惦记着神 在座当中 有很多是 做人儿女的 这个话讲错了 在座当中 都是做人儿女的 如果你是孝孙父母 你爸爸妈妈 心里所想要的东西 你知不知道 你爸爸妈妈 想最高兴的事情 你知不知道 我记得家父在世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常常跟他 那个时候在加拿大 跟他去逛那个墨 很大的墨 那家父那个时候 七十多岁 每一次都走到 那个照相机 那些望远镜 前面去看 他每一次都在看望远镜 那时候我就在想 他为什么老是在看望远镜 我想他一定很喜欢 一个望远镜 可是他每一次 他都不舍得买 后来我念完书回到台湾 然后因为工作的关系 去新加坡受训 而去新加坡受训的时候 我就说我要带一个礼物回去 我想到什么 我想到望远镜 我知道这个东西 一定能讨他的喜悦 果不其然 他真的是高兴得不得了 我还记得我那次带他 买了望远镜之后 我说我们来个家庭旅游 我带他去这个高雄 高雄的这个古山 上面不是有一个中烈池吗 可以看整个海港 我说爸爸 要不要拿出你的望远镜 看一看 他那天那个神策 让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种满足 那种骄傲 求神帮助我们属神的儿女 我们如果带我们自己 肉身的父母亲都会是这样 我们对神岂不是应该 更体贴祂的心吗 可是我们如果在做的事情上 很多时候是体贴自己的心 先买自己的 先满足自己的 先做自己想做的决定 我们又会回到前面所说的 到底主权属谁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 由敬畏神的态度而带出 讨神喜悦跟爱神的心 第二点 刚才我们谈到 第一个是敬畏神 第一节说 凡敬畏耶和华的 尊情他道的便为有福 刚才谈到敬畏耶和华 下面我们谈到 遵行神的旨意 遵行神的道 道是什么意思 解释上两种 一种是讲道路 ways 另外一个是讲他的words 他的话语 讲到道路的时候 我们要对照生命纪 十章十二到十三 我念给大家听 以色列啊 现在耶和华 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敬畏耶和华 你的神遵行他的道 爱他 尽心尽信 侍奉他 遵守他的诫命 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为要教你得福 遵行神的道 属灵生命是一条 不断成长的道路 欧牧师讲 属灵生命 一个人从信主 到成为圣徒 中间要走过十二阶 从负十二到零 再到正十二 负十二是什么 死在罪恶过犯当中 跟金氏子子没有两样 追求名跟利 后来有人跟他传福音了 他吃了第一碗饭 还没有饱 吃了第二碗饭 没有饱 吃了十二碗饭 他终于饱了 他到了零 他开始口里承认 心里相信 他说真的是有一位神 那接下来他变成什么 变成基督徒 是不是就此结束了 没有 面对他前面的 除了称义之外 还有成圣 成圣还要走十二阶 当然我相信欧牧师讲 十二这个其实是一个数字的比喻 就代表说 你不是就能停在那个上面 你还要继续往前走 好像犹太人登耶和华的山 是一个向上的人生 是不停地往上走 所以各位觉得说 我今天成为基督徒就够了 讲真的 从神的心目中 他还不得到满足 各位也不要就此站在原地 必须要往上走 健康的基督徒 必定会不断地长大成熟 我们看一个小孩子健不健康 就看他会不会长大 如果一个小孩子 他一直停滞 大家会说他什么 或者他说可能不健康 要去什么 要去看医生 所以如果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他停滞在一个阶段 他没有再往上走 那大家会说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往上走 其实你自己最知道 神的圣灵会不但吹逼你 神的圣灵会不断地提醒你 神的圣灵甚至会管教你 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 吹逼你不断地向神 吹逼你不断地走向蒙福的人生 吹逼你真的是越来越圣洁 所以属灵的生命是一条不断成长的路 我们要一直到跟主面对面为止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跟神面对面的时候 祂是我们的救赎主 第二 在这条道路上 我们要活出神的命定跟计划 活出神的命定跟计划 神的命定是什么 就是要向主耶稣基督 欧牧师说 他光是讲这个题目 就讲了两年了 如果我们今天再说 各位的命定是什么 然后还达得七零八落 讲真的主任牧师会难过 然后真正就是要向主耶稣基督 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 这样写道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所以我们属神儿女的 就是要来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这是我们的命定 第二点 愿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能够成就 神的计划是神对每一个人的呼召跟计划 每个人都不同 但不论从事哪个行业 不论在家庭当中 或者是进入到职场的命定 就是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然后在那里做盐做光 领人归主 我们的计划 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 是神帮我们量身定做的 因为祂是我们的创造主 祂知道我们需要什么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 要特别地提醒我们自己 在很多的时候 我们要活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 而且要分辨查验 到底神让我们在这个职场要干吗 在职场要做盐跟做光 叶光明牧师在他做盐做光的一本书里面 他特别把做盐做了不同的解释 其实我是觉得是更贴切神的心意 我们通常常谈到做盐是什么 是防腐 对不对 是在那个职场 那职场就不会腐败 叶光明牧师讲得更积极 他说不单是这样 他说盐的功用还有一个是什么 是调味 我有一阵子因为中午 就是只吃这个大燕麦 要拌一个粥 有没有人吃过这个 那个可以降胆固存很有效 不过另外一个会长胖 所以这两个大家要去取舍一下 那吃那个时候 你用开水去冲吉隆的这个燕麦 做了一碗燕麦之后 你吃吃看有没有味道 真的很难吃 我介绍我一个朋友 然后那个朋友说 Jerry我真的是吃了一个礼拜 真是很难吃 那我就跟他说 对不起我忘记告诉你了 你可以加盐或者是加糖 调一个味 盐放在那个里面 那整个燕麦之后的味道就出来了 我们做神的儿女 要我们做盐 在我们的职场里面 如果我们放在那个职场 调了半天没有调出味道来 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不是 主耶稣说 严若失了味 以后无用 不过丢在外面 被人践踏 所以我们做神的儿女 我们说我们是敬畏神的人 我们是神的门徒 我们在职场里面 各位千万不要失了味 让人家看到说 这个公司因为有这几个基督徒 是不一样的 这个部门因为有这个基督徒 是不一样的 是分别为圣的 还是说 有没有这个基督徒 十年以后 你是基督徒 我都不知道 跟你共事了十年 求神帮助我们 在下面 第三个 遵守神的话语 Wars 在这里有特别强调 遵守神的话语分作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圣经的教导 文字的 第二个 圣灵的感动跟启示 一个是Logos 一个是Rima 两个所代表的含义 都是神的话语 指圣经所教导的真理 也包括神对现况 所给予的启示跟感动 圣灵的启示 我们要倾听神的声音 明白神的旨意 我在这里用的这节经文 是特别给每一位 在我们教会里面 常常祷告的人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要分辨跟查验 因为在教会服事的 这些年间 我常常会碰到一些人 跟我说黄洁之事 我说什么事 你知道我是祷告的人 然后我下面就在想 难道我不是吗 然后他就说 我祷告神给我 这样这样这样 然后他 我真的心里没有感动 因为他所做的东西 很多时候不符合圣经的 真理的教导 他是在批评 他是在论断 那时候我只有跟他说 某某弟兄或某某姐妹 很对不起 可能神没有给我 同样的感动 我不预备采取这样的行动 可是有的时候 仇敌会又透过这些 来搅劳 搅劳每一个人 所以我们在领受 这些属灵的恩赐的时候 我们要格外地小心 罗马书十二章二节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 善良 存全 可喜悦的旨意 分辨 查验 基本功 要明白神的旨意 要分辨 要查验 分辨跟查验 这可以写一本书 所以今天不在这里讲 因为我的姐妹一直跟我念说 你的讲章太长 然后因为我很少讲 所以想一次 把多一点的东西给各位 好 第三点 蒙福的内容 刚才我们谈了蒙福之道 现在我们谈到蒙福的内容 蒙福的内容 其实我要把它分作 这个从第二节 一直到第六节 我把它分成 个人 家庭 家族 以及未来 因为前面 几节 谈到现在 你是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 遵行他道的人 你是有福的 他接下来就说 你有什么福 第一个 从个人的角度 你要吃劳碌得来的 你要享福 事情顺利 你要吃劳碌得来 讲的是什么 做功得果效 有劳有祸 不是白忙 空转 现在的这个世代 很多东西我们在白忙 我们在空转 可是当你 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的道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着益处 你所做的是有果效的 是有劳也有祸的 第二 你劳碌得来的 够你使用 这是同样一节 它是用现代中文修订版的翻译 你劳碌得来的 够你使用 使你的生活够用 就算只有22K 将来31K 够你用 阿们 第三点 你要享福 有的解经书解释为 享受快乐 它的含义就是 走在神的道路上 经历神的同在 正是我们享受快乐的原因 这里所谈的是一个喜乐 真实的快乐 我们人都在追求快乐 对不对 心情不好了就买个包 LB的 爽一下 工作太累了 take a leave 出去玩一下 以前的话我真的很高兴 我们能够休假 从这职场下来 工作办公室出来 规划得好棒 一家人出去 要回来的前一天 最不快乐 那现在更可怕了 你出去五天好了 你天天手机收到什么 叮咚 老板问你什么事 然后email收到了 什么问题要解决 到底什么是快乐 快乐是真实的 活在神的心意里面 每一天都知道 我行在神的道路上 神是我今天 二十四小时的主 每件事情都是 神在看顾我 无论是逆境 无论是顺境 神的同在就是天堂 Amen 第四 事情顺利 现代中文修订版 把它译成 凡事亨通 很多人就说 爽了 这下可以有求必应了 指的这条应许 跟上帝说 凡事亨通 事情顺利 还记得雅各书讲的吗 四章三节 你们求也得不着 是因为你们妄求 要浪费在你们的眼乐中 凡事亨通的前提 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以赛亚书五十五章十一节说 我口所出的话 也必如此 绝不突然返回 却要成就我所喜悦的 在我发他去成就的事上 必然亨通 神要你去做的事情 一定亨通 阿们 如果你行的不是在神的 上帝啊 我这次这个 人家塞个红包给我 我真的是很想 我那个车子实在该换了 这个红包没关系 那个案子一定会过的 那我拿了这个钱 没有人知道的 第一个被抓的就是你 因为你是什么 妄求 你愿意 你求的东西是浪费在你的眼乐当中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正确的解经变得很重要 事情顺利 凡事亨通 要前提是行在神的旨意里面 好 这是谈到个人 第二 到家庭 第三节 很精彩了 你妻子在你的内侍 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好像橄榄栽子 这在讲什么 那么精彩 一堆的植物 以色列人 必须要晓得 以色列人他们在 迦南美帝 植物在扮演的角色 非常的重要 圣经里面讲的植物 可以写一本书 每一个植物有不同的内涵 我们等一下后面 一段一段跟大家来分享 那家庭里面 第一个重要的关系 是夫妻的关系 夫妻的第一点 内侍 什么是内侍 内侍的预表是坚真 夫妻彼此相爱 互守真洁 没有小三小王的问题 这是在内侍里面 第二 葡萄树 你的妻子 好像多结果子的 葡萄树 葡萄树是什么 是美丽 结石累累 还有很重要的 具吸引力 吸引力不是在看外貌 我跟我姐妹结婚 我们去年二十五周年 我们没有任何的庆祝 因为两个人真的是太忙 可是我那天跟她讲 我说 北地我现在看你 我越来越喜欢 然后她就很害羞 她说现在跟当年又不一样 其实她当年也不怎么样 这话不能这样 这话不能这样讲 可是呢 真的是 我觉得到了这个年龄 你多一层陪伴的感觉 你会看到她的美 不再是外貌 外貌对你的吸引 还在 可是她里面的那种生命 越来越满足你的心 Amen 所以各位姐妹们 要有信心 弟兄们 要用属灵的眼光 看待我们的姐妹 有人讲得很大声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多结果子 多结果子是什么 像现代的家庭 多结果子还真麻烦 我生三个女儿 那次碰到巴托生 巴牧师 她说你几千斤 我说三千斤 她说真重 可是多结果子的 属灵的含义是具功能的 它有function的 它是真直的 它是丰盛的 有的姐经家 更把它elaborate 再大一点 扩大一点的解释是 这里的果子 可以由狭义的 肉身的子女 衍生成为 广义的属灵儿女 各位在座的小组长 你们的小组员 必定成为你们 属灵的儿女 你们会看他们 不断地争执 看到他们 不断地传福音 看到他们 在灵里面 不断地丰盛 阿们 好 家庭中的第二个 亲子 他这里谈到说 儿女环绕 儿女环绕是什么意思 很兴盛 prosper 第二个 围绕你的桌子 代表什么 桌子围了一圈 你的儿女 很和乐 至少是围绕你的桌子 不是掀你的桌子 第三个 橄榄栽子 橄榄树在 其实这个诗篇里面 谈到葡萄树跟橄榄树 这两种植物 在以色列的民族里面 是代表非常重要的含义 这两个功能是非常的多 那橄榄树的全树 都是有益处 可以供利用 从他的木材 可以作为建材 可以作家具 他的橄榄 可以直接使用 他的橄榄可以榨油 这里所说的是什么 可以期待我们所有的儿女 各个成材 阿们 好 谈到个人 谈到家庭 下面进入到家族 第三点 家族兴旺 有接班人 多结果子的葡萄树 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 家族兴旺 后继友人 成为坚强有实力的团队 儿女 也可以解释成为接班人 大家会说 我们现在一胎化 两胎化 有的甚至不生不养 神给他特别的恩赐 那在这种状况底下 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我们有接班人 接班人可能是你属灵的儿女 可能是你职场的接班人 那这些人都会成为 神给你的福气 诗篇127篇3到5节说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永世手中的剑 剑袋充满的人 便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 并不至于羞愧 剑袋充滞 我常常读这段经文 我体会不到 一直到有一次 我两个哥哥在国外 他们回来 我们那一年带着爸爸妈妈 租了一个车 我们到墾丁去玩 因为路不熟 结果我开得很慢 结果后面一个车就砰 就撞上来 撞上来了 然后我们就停下来了 后面那车出来 那个人真的是一副很气的样子 然后我也赶快出来 因为是我开车 然后出来以后 我另外两个哥哥也出来 三个大男生 然后我爸爸 瘦瘦小小一个老头儿 也站在旁边 然后那个人看 你们家了四个 然后我妈妈也出来 我终于体会到什么 他们在城门口 跟仇敌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于羞愧 他马上就说 对不起碰到你们 然后就 大家好居好散 感谢神 我那次我真正体会到 如果我们在职场 我们在跟 对方在开会的时候 我们排出来的阵容 有的时候在职场 有的时候是 两个公司在 在开会 在对谈 对方排出来的阵容 跟你的排排出来的阵容 对方排出来都是副总级的 好歹是处长级的 你这边排出来 真是没有几个人 带的都是小兵 小猫 三两只 神让我们摆出来的阵容 绝对是让对方刮目相看 我们在仇敌的面前 我们绝对可以夸胜 家族兴旺 我们只要敬畏神 遵行他的道 这些都必赏赐给我们 阿们 第四 都有好的见证 好名声在外 第四节讲 看阿 敬畏耶和华的人 必要这样蒙福 看什么 看各位的见证 看各位蒙福的见证 无论是个人 无论是家庭 无论是家族 甚至你的职场 你的工作环境 都蒙福 看阿 这些人是敬畏神的人 第五点 为敬畏神的人 宣告得到更多的赐福 大家说刚才的赐福够不够 讲真的 从以色列人的角度 以色列人的家庭 越兴盛越好 我们在多伦多念书的时候 那个时候 多伦多也有一个犹太人的社区 每一次到了安息日 不是 对 到了安息日 就看到他们 守节 然后他们要去会堂 那是一家人 穿着去会堂的衣服 女孩子一定穿裙子 裤袜 穿着黑皮鞋 然后弟兄们一定是穿着戴帽子 他们真的是以他们的家庭为乐 那我们属神的儿女 其实神要给我们的 以色列来看 家庭是最重要 神要给我们的 是我们心里看为宝贵的 也是神要赐给我们的 不单是家庭 阿们 接下来的五节到六节 总共分作四点 那四点就是敬畏神的人宣告 未来会得着更多的福气 大家仔细听 这个其实是很不简单的 第一个 愿耶和华从习安赐福给你 听了有什么感动 如果把他的亮光解出来 习安是圣殿的所在 是圣神的居所 代表所有的福 这是从神而来 我们的好处 不在父神之外 第二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耶路撒冷是当时政治的中心 政府的所在地 愿你一生一世 看见耶路撒冷的好处 就是祷告 看见政府运作良好 百姓安居乐业 平安度日 当以色列人在登耶和华山 当他们吟唱到这一段 他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政府 让老百姓安居乐业 这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福 这里谈一生一世 一生一世在原文的意思 其实有一个含义 是指在有生之年 天天都看见政府的好生机 最后寿终正寝 没有遗憾 活到上帝给你的岁数 这叫一生一世 这个福大不大 大 第三 愿你看见你儿女的儿女 看见第三代子后续有人 子孙昌盛 不单单是父 不过三代 你有四代五代六代 因为你的父是从耶和华而来 第四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以色列是国家的名称 愿平安归于以色列 就是祝福宣告国泰民安 免受天灾人祸的绞老 与列国的攻击 所以你说这个福气大不大 从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是有福 修身 齐家 治国 甚至到平天下 全都有了 这个福气真的是很大 所罗门在写传道书的时候 大家记得传道书吗 传道书 大家想到传道书 脑筋里浮出来的是什么画面 虚空 虚空中的虚空 讲来讲去就是虚空 可是他在最后 他总共传道书总共十二章 最后倒数第二节 十三 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看十四节 在十三节他讲到 他为什么写传道书 所罗门所著的传道书 他说他的总义 就是最根本的意思 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无论虚空 虚空 虚空中的虚空 我们人的本分就是敬畏神 因为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神的虚拙总比我们的人有智慧 阿们 所以不但是我们谈到 刚才所谈到个人家庭 家族到社会到国家 我觉得耶和华所赐的福 在哥林多前书保罗所写的 可能会更为贴切 哥林多前书二章九节 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 是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 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福气 欧牧师讲一个例子 他说我们在看创世纪的时候 亚当在伊甸园里面 不是很快乐吗 快不快乐 快乐不得了 让他所有动物全都给他管 他那个时候有没有想到 要有个夏娃 没有 他快乐得不得了 一直到神说 这人独居不好 神为亚当所赐的福 是他眼未曾见 耳未曾听 人心也未曾想到 我们所信的神是 昨日 今日 直到永远 永不改变的神 今天这句话 也会应验在我们的当中 阿们 好 原来讲到这个地方 其实应该 可以有一个非常happy的ending 但是在我的内心仍然有一个 神圣的不满足 刚才讲了家庭 个人 一堆的福气 我有什么神圣的不满足 为什么有很多的福气 是看得到 却得不到 工作的难处 家庭的难处 甚至有一些 很好的传道人 他说他们越在神面前摆上 家里面的压力越大 二十年前我参加的一个小组 小组长 真的是尽心百上 可是他的家庭 真是如同在炭火上考 两个小孩都是在青春期 狂飙期 那不仅仅是狂飙 那简直是飙到不行 我就在问 为什么这些敬畏耶和华的人 遵行他道的人 为什么得不到这个福 为什么看得到得不到 面对家庭中各样的难处 或者是沮丧 挫折 无奈 甚至产生了自我的控告跟罪恶感 是不是我们做得不够好 所以我们没有得到这个福气 甚至到快走不下去了 想要放弃 答案在哪里 其实这个问题不是今天才有 当年以色列人在登耶和华的山的时候 就发生过 当大家边走边唱诗篇一百二十八篇的时候 你想想看 你把你各位想成是以色列人 谈那个家庭 然后别人的这个做家长的回顾一看 儿女成群围绕着他各个成才 可是有一些为人父母的 走在他们的当中 头越低 越来越低 觉得神是不是不公平 感谢神 当大家边走边唱的时候 唱完了那些 唱完诗篇一百二十八篇 唱完之后那些应许实现的自来心满意足 但是还有部分的人心中畅然若失 因为得不到这些祝福 正当沮丧的时候 听见另外一首诗篇被吟唱出来 诗篇一百三十篇 所以诗篇一百三十篇 我给他的定义 是应许为实现时 为实现前等候的操练 简单地说 就是等候中的蒙福之道 第一节 在等候应许实现的过程中 不要轻言放弃 要向神祷告 第一节跟第二节怎么说 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 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 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 深处也有被翻译成为 绝望的深渊 是苦难的集中处 在人的尽头的时候 在那个苦难的深渊里面 说主啊 我在深处向你求告 求你听我的声音 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 我们不要只看周围的难处 我们要举目向天 来向那位爱我们的神 恳求祂的帮助 神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 祂必会成为我们在患难当中 随时的帮助 第二点 我们在这条路上 我们来祷告的时候 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我们还没有走到终点 我们还在process的当中 我们还在过程的当中 不要太早就放弃 不要太早就jump to the conclusion 说完了 绝望了 hopeless 我们还没有走完人生的路 不要认为 眼前的情况是不会改善 甚至怀疑神是不是不管我了 或是放弃我的家了 我们要继续来往上行 来登耶和华的山 直到建筑面为止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提醒自己 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不要自暴自弃 不要半途而废 因为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 都是好的 好 第二点 在等候的过程中要反省 并且寻求神的救赎跟赦免 第三节跟第四节 主啊 主耶和华 你若就察罪孽 谁能站得住呢 但在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 如果发现自己正是因为 没有遵行神的道 而为蒙祝福 那我们要快快地悔改 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提醒我们 不要自欺 神是轻慢不得的 人种的是什么 收的也是什么 在前面我们谈到说 神是公义的神 神是审判的神 神也会管教我们 因为祂爱我们 所以只要我们真心的悔改 正如约翰一书 一章九节所说的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不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再回到我那晚叶麦周 如果你乘燕麦的那个碗 是脏的 你会不会把燕麦冲进去 如果我们是属神的器皿 如果我们的器皿是肮脏的 神会不会把这个福气冲进去 所以在这里很重要 在等候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不断地反省 并且寻求神的救赎跟赦免 神会不会不赦免 不会 因为这里讲得很清楚 因为神有赦免之恩 叫人敬畏你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是学习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所说的 神啊 求你检查我 知道我的心思 试炼我 知道我的意念 看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 引导我走永生的路 走永生的路 其实就是一条走圣洁的路 是不断地在神的里面 天天心意更新而变化 越来越像神的路 我们前面已经讲过的 第三点 在等候的过程中 不要失掉对神的信心跟盼望 在苦难当中真的是很苦 在绝望的深渊里面 我们在呼喊 这里的提醒是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 我的心等候主 胜于首页的等候天亮 胜于首页的等候天亮 施灵们真是知道这句话重要 所以他讲两次 现代的人要讲三次 所以我们再讲一次 胜于首页的等候天亮 在等候的过程当中 我们要对我的心说话 我的心 要等候神 我们不要 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 不要任凭自己的心 来吓唬自己 认为在苦难当中 我走不出来了 一定死在这里了 这个万劫不复了 绝对没救了 这是你的心在指控你 或者是在吓唬你 我们要仰望神 并且仰望神的应许 总没有因不幸 心里起疑惑 反倒因信 心里得坚固 将荣耀归给神 且满心相信 神所应许的必能成就 罗马书四章二十节 到二十一节 那在这里谈到 剩余守夜的等候天亮 是什么意思 要等候以及守望 剩余守夜等候天亮 另外一个翻译的就是说 我要等候以及守望 直到天亮 解经家把守夜的人 watchman 处在黑夜之中的等候 wait 跟守望 watch的含义加在一起 就成为了盼望 hope这个字的内涵 盼望什么 盼望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 按照神所定的时间表 全然实现 天亮的黎明终会来到 神的救赎终会来到 神的帮助终会来到 神是有恩惠 有慈爱 怜悯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在黎明来到之前 我们要警醒守望 watch 你要警醒守望什么 不要让负面的消极的情绪 或者是思绪 以及不幸的恶心 拆毁了我们对神的信心 黎明一定会来到 你守望不要守到一半 你就睡着了 守望不要守到一半 你就落跑了 不要让那些负面的 消极的情绪来干扰我们 所以对我们的心说话 神是永不放弃我们 那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又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所信的是那位圣洁的神 大家常常讲神是圣洁的 有没有人反对这句话 感谢神 神是圣洁 我们通常的解释是 祂是很圣洁 可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说 这位圣洁的神 像我们所 这些属祂的儿女所怀的意念 也是赐平安的意念 为什么要这样子讲 我们常常因为 我们在圣经上读到 神是按照祂的形象来创造我们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现代的基督徒 常常会把我们的形象又套回去给神 既然我们把神 我们有神的形象 所以想我们的形象会不会也是神 就把我们那种 在罪中堕落败坏的 生命的一些形象套上去 举例来说什么 言而无信 举例来说 落井下石 举例来说 要你好看 我们常常会觉得 神把我们放在苦难中 是不是在整我们啊 很多时候我们会说 神啊 你到底在哪里 我祷告那么久 居然不听 你是不是放弃我了 我祷告的是A 你不但是不给我A 还给我负A 负负A 你简直是纯心找茬吗 各位 神是圣洁的神 神是公义的神 神的圣洁是他自己 绝对没有任何的瑕疵 他所做的都是对的 如果他所做的是 有刚才那样的情境 那他所做的是有瑕疵的 他将来怎么审判 活人跟死人 他们就说 你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来审判我什么 圣洁的主才能审判我们 所以神绝对不会背乎 他自己的本性 所以他是圣洁的 所以我还是要说 这位圣洁的神 向他儿女所怀的意念 是赐平安的意念 就算管教我们 也是为我们好 神是不会故意来加害我们 否则他就无法在末世 来审判我们 因此每一件发生在 我们身上的事 都有神美好的旨意在当中 神的恩典也足够我们用 那大家就会说 那为什么我求的 他都不听 除了很可能 我们的器皿还不干净 另外一点 神的智慧 神的余着也胜过人的智慧 以赛亚书说 耶和华说 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 天怎么高过地 我的意念也怎么样高过你的意念 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有限的智慧 跟所谓的聪明去想神的那么伟大的事情 神的余着还是比我们有智慧 所以我们要凭着信心把我们的一生交托给神 无论现在的光景 是不是顺你的意 神有神的美意在当中 Amen 这是什么的功课 这是信心的功课 第四点 在等候的过程中 要与主连接经历圣灵的能力 靠圣灵来站立的稳 旧约的时候 不太谈到这个 可是在新约的时候 约翰福音14章16到18节 主耶稣说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宝慧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世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 你们却要认识他 因为他常与你们同在 也常在你们里面 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 我必到你们这里来 在新约的时代 圣灵赐下 成为我们的帮助 圣灵是我们的宝慧师 保护我们 提醒我们 供应我们 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 那等候耶和华的比重新得力 他比如鹰展翅上腾 他们奔跑却不困见 行走却不疲乏 老鹰在飞翔的时候 他能够冲到那么高 他是靠什么 他是靠气流 上升的气流 解经家把那个上升的气流 解释圣灵在托住 以老鹰的能力 飞不了那么高 可是圣灵托住他 气流把它拉到上面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真的是 天天经历在圣灵的 同在的当中 圣灵帮助我们 赐给我们智慧 赐给我们聪明 赐给我们某一类的灵 赐给我们能力 来帮助我们 第五 在等候的过程当中 享受神同在的平安跟喜乐 第七节跟第八节 以色列你当仰望耶和华 因他有慈爱 有丰盛的救恩 他必救赎以色列 脱离一切的罪孽 最后这两节经文提醒我们 所有的苦难都在神的掌握中 最后神必救赎我们 脱离一切的罪孽 所以千万不要把目光 集中在苦难之中 而是要在苦难中 看见神的帮助与同在 有主的同在 那里就是天堂 在天堂你绝对不会不喜乐 你绝对不会丑龙满面 因为你知道 那应许你的是信实的 你所倚靠的是万君之耶和华 他绝对不会撇弃我们 也不会放弃我们 正如身上带着一根刺的保罗所说的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 他在患难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依然是欢欢喜喜 因为知道患难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 这就是在等候的当中 依然喜乐 这就是在等候的当中的蒙福之道 阿们 最后结论 蒙福之道 就是成为神儿女 一生敬畏神 行在神的旨意中 天天经历圣灵的同在跟帮助 享受神一切的丰盛的供应 以及祂的恩典 祂的平安跟喜乐 所以在过程当中 依然是充满了平安 依然是充满了喜乐 因为我们真是要知道 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神不会误事的 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说 在子望中要喜乐 在患难中要忍耐 祷告要狠切 所以蒙福之道就是 第一点 与神建立紧密连结的关系 凡敬畏耶和华 遵行他道的人便为有福 第二个 在应许未实现的等候过程当中 凭着信心靠圣灵来站立的我 我等候耶和华 我的心等候 我也仰望他的话 阿们 好 我们一起起立好不好 我们来祷告 我们先用一点时间 我们自己为自己祷告 如果今天神借着 他自己的信息 对你有些什么样的提醒 我们来思想 我们来一起祷告 来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 主啊 愿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重新给你再来连结 主啊 我们知道你所赐的福 不像世人所赐的 你让我们的心里不要忧愁 也不要胆怯 主啊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是难为 我们在苦难当中 我们在呐喊 但是主 我们真是知道 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你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 显得完全 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今天早上真是将每一位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托付在主的手中 无论他们的光景如何 让他们真正知道 你的恩典够用 主啊 你永不撇下我们 你也不丢弃我们 因为你是创造我们的主 你在我们的身上 有一身美好的计划 主啊 我们真是说 愿你的旨意成就在 每一位弟兄姐妹的身上 如同成就在天上 圣灵愿你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不断地 反省我们自己 让我们越来越像你 主啊 让我们借的读经 借的祷告 借的敬拜 借的赞美 天天来贴近你的心怀 主啊 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好处不在你以外 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来 主啊 你是我们的主 你是我们一生一世的主 无论我们在当中 有疾病的 有难处的 主啊 我们真是说 你要来成为他们的一致 你要成为他们的帮助 主日的早晨这个先知性的服事 祷告的领受 是看见一个人用两只手 拉出裤子两边 一无所有的口袋 他看见他自己的手 把他两边的口袋 拉出来是一无所有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为 你个人或是家庭经济 正面临缺乏的兄姐来祷告 求主在你缺乏上恩待你 为你开心路 赐你属天的智慧 引导你走在神赐福的 法则中 更帮助你从缺乏 转为丰盛 使你在一切的虚用上 得以丰盛有余 因为主你是 耶和华以乐的神 我们接下来 如果各位有需要 特别祷告的 等一下我们在敬拜团 带领我们回应的诗歌的时候 请你们就往前走 我们会有弟兄 我们的同工 弟兄姐妹的同工 会站在前面为你祷告 我们的神是一位又真又火的神 当你在祷告的时候 祂会聆听 祂更会来帮助你 所以我们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 然后也请各位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或者我们刚才先知性服事的 神有触动你的 也请你往前面走好不好 来 我们一起这首诗歌 祝你保守我的心 我的一念 使我能够遵惜你之意 我愿将你话语深藏在我心 走路上的光 成为我交接你灵的 成为我交接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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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我知道有时我能为软弱 求祢带领我 使我不会再退终 我需要有祢在我生命中 好让我一生能学祢的仰视 使我能成为祢所幸运的儿女 使我的生命能够昌现祢荣耀 天父我们来到祢的面前 我们真是将每一位的弟兄姐妹 托付在主的手中 主耶稣我们离开了祢 我们在天上还有谁呢 在地上我们也没有所爱慕 我们就是单单来跟从祢 主啊帮助我们 我们虽然行在人生的道路上 会有起会有福 会跌跌撞撞 但是主让我们真是说 祢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主啊愿祢与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同在 主啊最后在我们要分散之前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 常与我们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谢谢大家今天到这里